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北京清华大学4月下旬 庆祝建校113周年 大批校友返校并聚餐 但有120多名校友 集体前往学校旁边的一家餐厅聚餐后 却至少有102人出现了上吐下泻 发烧等中毒症状 近期 一份至全体校友及在校师生建议书 在中国大陆网上流传 建议书说 4月26日到28日 众多校友在参加完校庆活动后 前往学校附近的一家粤菜餐厅就餐 过后 很多校友陆续出现发烧 呕吐 腹泻 腹痛 乏力 肌肉酸痛等症状 截至5月1日晚间 已有102人出现了上述症状 其中10多人需要长期住院卧床治疗 建议书的落款时间为5月1日 落款人为清华大学材料系1989级 化工系2000级 计算机系2004级 以及校首球队的129名校友 大陆媒体5月5日报道说 事件已经向北京的市场监管管理部门举报 北京海淀区疾控中心已经介入调查 不过有校友留言反映 已被告知不许讲话 中共党魁习近平5月5日至10日出访欧洲 首站是法国 在他抵达法国的当天 人权团体国际特赦组织就走上街头举行集会 抗议他的到访谴责中共暴政 在习到访的前一天 国际组织人权观察也发表声明 敦促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习访法期间 公开表明中共政府反人类罪和镇压加剧 会对中法关系带来后果 人权观察表示 在习近平的统治下 中共人权状况严重恶化 中共当局对新疆维吾尔族人和其他族裔犯下了反人类罪 包括大规模拘禁 强迫劳动和文化迫害 通过恶法剥夺香港的自由 并在中国各地残酷镇压异议人士 还有自由西藏运动人士 5月4日也在法国首都地标 巴黎凯旋门前拉起横幅 谴责中共种族灭绝行径